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学 Bug to Joe Gobalangarian Duwa BNP14 首先我来为你们介绍一下这一课 这一课也是叫 Gobalangarian 其实你们有在Fong4 Fong4的时候 第七课也是叫 Gobalangarian 那时候是叫 Gobalangarian 1 这个是 Gobalangarian Duwa 然后 这个Gobalangarian Duwa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它是关于基率咯 然后它是比较 后面的部分会比较难一点点 比较复杂一点点 它是LV2的Gobalangarian 之前你们学的是LV1 OK 那么这个Bug to Joe 有分为两个BNP BNP14 还有BNP15 BNP14其实 大致上只是在讲回去 Fong4的第七课的东西罢了 OK 它就简短的讲回去 呃 之前Fong4的东西 如果是BNP15 也就是这个真正Fong4你要学的新东西 所以 因为它不能直接跳去BNP15 因为怕你们这个Fong4的东西已经弄掉了 所以这里会再重复的一次在BNP14 可以吗 然后 下一个video我们才会接触到BNP15 新的东西 OK 所以这个Gobalangarian不是新的东西 你去年学过了吗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第一 BNP15 就是说我们要算一个世界的纪律 BNP15是世界 OK 然后Gobalangarian是纪律 那件事情发生的纪律高还是低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一些experiment 一些实验 数学也是有experiment的 就很像科学这样子 OK 那么experiment1 BNP15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抛一美硬币 OK BNP15是硬币 YangAdeer Adeer就是公平的 OK 所谓的公平是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硬币是不公平的 有一些硬币是公平的 所谓的公平就是说 会有正面 会有背面 OK 正面跟背面 跟背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OK 有一些experiment是Dita Adeer的 Dita Adeer Dita Adeer就好像它 两面都是正面 或者是两面都是反面 这样子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BNP15是一个实验 所以我们会有什么结果呢 Gesudahan sama bolejati Gesudahan就是结果 一个实验内的结果 你会得到什么 你会看到什么 OK 然后sama bolejati 是什么呢 sama bolejati 就是说 那些结果呢 都是同样可以发生的 同样可以发生的 意思是说 它的几率是一样的 我们当着 就是对sealing嘛 你会看到ganba 你会看到anka ganba就是正面 anka就是背面 就是 你只会有两面 对不对 那么我们是当着这两面 OK ganba跟anka 这两面的发生机会 是一样 发生的几率是一样 因为这个sealing是公平的 OK 你不能说 哦我的这个dweetsealing 类似 既然它是公平嘛 你不能说 我丢这个dweetsealing哦 我应该是10次 应该会拿到8次 是ganba的 这个东西是不一定的 你怎样confirm 你能拿到8次 对不对 如果说10次拿到8次是ganba 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来讲 是当着这个sealing是公平的 也就是讲 我们当着它们发生的机会 都是一样的 OK 所以我这边写什么 比过乎ganba 等于比过乎anka 等于一百二 OK 什么意思呢 就是ganba 这个ganba 过乎ganba 就是说发生那个ganba的机会 OK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正面的机会 正面的机会是一百二 那个背面的那个机会也是一百二 我们当着它是一样的 OK 就是 我们不能说 ganba一定会比anba多 或者是ganba会比anba多 OK 就是说 如果你丢 如果你抛那个硬币哦 你抛了很多很多次 你不要讲10次 你抛500次 你抛1000次 如果说1000次 OK 可能1000次里面 可能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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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五百一十次是ganba 然后四百九十次会是那个anca 四百九十次是anca 这个是ganba 这个是anca 有这个可能 对于你讲老师都不公平嘛 510跟490嘛 这个是你无法控制到的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这个次数1000次了 如果说我们再把它增加到一万次的话呢 如果是一万次呢 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有可能 因为当你次数越多 你有可能会看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 就是说可能一个是4999 一个是5001 有这个可能 所以我们这里当着它的几率是二分之一啊 就是发生的几率是一样的话 我们其实是观察很多次 我们当着其实是长远来讲啊 长远来讲 这两个会拉近距离 那个次数会拉近距离 你不要讲10次 因为10次是太少次了 你可能会拿到8次2次 对不对 所以有可能这样子拉 所以你就讲说老师他们几率不一样 对 你这样子看是不一样 但是当那个次数哦 从 那个 10 变1000 1000变1万的手率 就有可能 他们那个差距越来越小 明白没有 所以简单来讲 我们当着 我们当着 发生干巴的几率 B就是几率的意思 之前讲过吗 然后发生干巴的几率 1.2 1.2 就是0.5 也就是50%的意思 OK 就是说 我们 我们是当着 拿到干巴 拿到干巴的机会 拿到的可能性 是一样的 OK 就是对于很多次来讲话 丢了 重复很多次的时候 OK 那么 就是说 你有6张卡片 1号到6号 你选一张卡片 是说 随意 随机 随意 随意 显了意思 就是说 你不可以看 因为你看的话 就变成不公平了吧 就是说 你遮着你的眼睛 从1号到6号的卡片那边 选出一张 OK 所以 可能性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 这些可能性 全部都是 有同样机会 可以发生的 OK 1号到6号 你不能讲 老师 我很厉害的 我能确保 我只会丢到1号到5号 我不可能会丢到6号 这一句话 呃 怎样讲呢 除非你做了手脚咯 不 不然就是1号到6号里 那个发生的机会都是一样的 我们当着每一张卡片的机会都是一样 OK B1 B2 B3 B4 B5 B6 就是1号的机会 2号的机会 3号的机会 4号的机会 5号机会 6号机会 都是1.6 因为这边有6张卡片吗 OK 那每一个的机会是1.6 每一个的机会是1.6 所以你们要知道 其实去年你们有学过就是 这个机会是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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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是1.6吗 你们要明白 每一个是1.6 是对的 因为全部加起来 一定要是1 OK 完整 1 因为这个1类就是说 代表一定会发生的意思 每一个号码都有1.6的机会发生 总共是1 因为为什么 你不能超过1的 总共一定是1 因为全部这边只有6张卡片 你没有第7张 你没有第8张 所以每一个的卡片的机会是一样 同样的这个是 你的是1.2 OK 你是1.2加1.2等于1 明白吗 每一个的机会 正面背面机会加起来0 是1的 明白吗 加起来是1 因为你只会有正面背面 你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了 OK 总之 就是机率总共每一个东西 每一个可能性的发生机率 你加起来一定要是1 全部加起来1 不能少过1 不能多过1 清楚吗 全部 我是说全部可能性 让你把它加起来 明白没有 所以我这边写什么呢 就是 如果 如果 题目问你为什么 你讲这个1到6 是叫 你就讲 拿到这些号码是一样 拿到这些号码 可能性是一样 你不要只是说 抽一次啦 如果说你 选了很多次 你重复这个事情 500次 你重复这件事情 500次 你会看到 1号2号到6号 每一个号码的那个 次数 都会差不多一样的 都会非常接近的 OK 当你拉大它的那个次数的话 你会看到它们会差不多一样 OK 总之 我们为了方便我们计算东西 我们当着它们是叫 可以吗 好 这样下面 这个就是跟你讲formular 这个就是你去年学的 纪律的formular Buggy wrong sample as yang terlili daripada 可数得和 sama boleh jadi 就是一个wrong sample wrong sample还记得是什么吗 wrong sample是一个set 它是一个组合 包括了一个实验的 所有的可能性 明白吗 什么 在一个实验的所有可能性 所以 其实刚刚哦 你写的这个 gamba angka 有这个set 我要看到吗 其实它就是你的s OK s就是rong sample 清楚吗 s就是rong sample 它是 发生事件a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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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formular OK 比langan 就是pa pa 就是a的几率 OK 事件a的几率 p就是 kebalancaria 清楚吗 这个p就是kebalancaria 这个projectiva a就是这个a的 OK 所以pa 是什么呢 比langan 和rong sample s 什么意思 意思说 事件a的结果的数量 除以s的所有的结果数量 我再讲多一遍 你要找a的几率 一定要用 事件a的结果的数量 到底那个事件a有多少次 有多少个 OK 有多少个可能性 除以那个rong sample s的所有的结果数量 这个事件a的 就很像刚刚你算的这个b gamba这样子 OK a就很像这个gamba这样子 所以我们试试看啊 我们看看为什么它是1不2呢 为什么是1不2 所以我写到旁边 b gamba b gamba等于什么呢 就上面是什么呢 gamba是一个事件来的吗 所以你就问你自己 你有几个gamba 比langan b gamba b gamba gamba ten y gamba gamba 只有1个可能性 就是因为它只有1个可能性喔 所以我们这边会写E 就是 b gamba 关于你这个甘巴的事件有几个可能性 只有一个可能性 除以 就是说 我还讲这个甘巴 所以你的甘巴 所以你的甘巴有几个可能性 两个 一个是甘巴 一个是甘巴 两个 所以就是一不二 就是这样子 我讲说 B甘巴是一不二 明白吗 就是这样 我讲这B甘巴是一不二 这样这个B甘巴也是一样 B甘巴就是说 现在你的世界是关于甘巴了 关于背面的 你就问你自己 你有几个背面 有几个可能性 你只有一个背面 除以 S S有几个可能性 你有两个可能性 就是一不二 记住吗 所以现在老师要跟你们讲 其实这个长长的formular 就是有一大堆买文字 其实可以刷断为 下面卖牌 就是说 所以下次你可以选择不用写这么长 B甘巴是一不二 除以这个 你可以写成 NA除NS 明白吗 NA就是B甘巴就是B甘巴是一不二 A有几个可能性 明白没有 N这个N 以前有学过 以前在SET里面学过吗 以前在SET的时候叻 是说 B甘巴是一不二 就是 就是,setA有几个成员,bilangan uso dalam setA 那么在这个,这个Galangalian这一颗粒 你是代表着bilangan gesuda presura A,A有几个可能性 这个NA是这个意思 以前在setA,NA是指bilangan uso dalam setA,几个成员 现在是几个可能性,意思是差不多一样的 NS一样的话就是说,S有几个可能性NS 对不对 所以记得,BA就是NA除NS 就下一次你如果题目是PB的话 PB你就写MB除NS 因为你要找B事件的几率,你就要用B有几个可能性 除以S有几个可能性 可以吗 然后你们记得,当你在找着BA也好还是BB也好 他们的那个答案一定会是在0跟1之间,看到吗? 最低是0,最高是1,ok? 这样0跟1是什么意思呢?去年其实有讲过 比如说,如果GIGA PA 如果你发现到它的答案是0 代表着那个A事件不会发生 一定不会发生 清楚我意思吗?一定不会发生 OK,机率也可以用在GAME 如果说你看啊,A是代表着赢的机率 OK,赢的机率,就是赢那场GAME的那个机率 BA,这样如果说这个人的BA是0的话 赢的机率是0,代表什么是 代表他玩死盘死盘都会输 他不可能会赢 因为可能他真的太差太差太差了 OK,那么这个BA等于E就是说 他的机会是100%的意思 E就是代表100% 就是说他一定赢 OK,BA等于E就是说 假设你的A是这样说 OK,比如说想永胜,永胜去打王者 OK,永胜去打王者 这一场机会是E 这一场机会是E说 他肯定会赢,他非常有把握,一定会赢 所以我这边写Presiva A, Basti Blaku 保证赢 OK,可能他已经预知知道 对方那些队员,队友 都是差的,非常差的 只要他玩得好好,尽力去玩 一定会赢 所以他的机率是E 明白吗?0代表着 你很差咯,因为你不能赢 OK,一定不能赢,不可能会发生 所以0是最低,E是最高 明白吗?不能超过E,不能少过0 没有negative的 OK,这样如果说你拿到 PA是 PA是0.5,0.5就是二分之一 0.5就是一半 你只有一半的机会会赢 一半的机会是输的咯 清楚我意思吗? 所以你看啊,如果人家玩game 如果你看到他们的机率是很高很高的 可能他的机率是70% 70%就是0.7的意思 明白吗?0.7是机率 如果你要换成% 你就乘100% 如果你是要变成那个 Bratosan的 %率的话呢 就是拿0.7乘100% 你就会看到70%了 所以如果这个人的胜率是70%的话 意思的机率是0.7 OK,0.7 机率跟%率是有关系的啦 明白吗? OK啊,0.7就是很高咯 他非常有机会赢 OK,如果你是0.1咧 就是说很 很少机会会赢咯 非常少机会会赢 0.7就是非常高 清楚我意思没有? so,这个大致上是 关于 机率的formular罢了啦 OK,明白吗? 这个是你之前 从博学的东西罢了 没有什么特别 OK啊,总之记得 BA等于NA除NS OK,现在我们来看 contohi 16个ping卡 ditulis dengan guruf dari perkataan Beranamu Malaysia seperti Ditunjukkan DaramRajat Dimasukkan DaramSemuaBag 所以 这些卡片 会放在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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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卡片 会被写出来 OK, sajara 或是说 随意写的意思 没有得看 就是说 关着眼睛 闭上眼睛 去抽类这个卡片出来 Hitong kebalankarian OK,你要算 机率 Hitong kebalankarian kak itu kak itu kak itu menjukan satu Walker OK,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要找出 选 选到 Walker的 机率 那个卡片 告诉你 Walker的 Walker 是什么? Walker 就是AEIOU 的意思 AEIOU 所以这边 我要教你们一个 回答的东西 回答方法 完整的 回答方法 OK,每一步 写清楚 保证 你不会错 首先你要了解你的Runk Sample OK 你的Runk Sample Before你回答ABC 你先把你的S 写出来 S就是说 所有的 可能性 OK 就是 你把16张卡片放进去嘛 所以你的S就是 包括了这16张卡片 的可能性 所以 你会抽到什么 你有可能会抽到 OK 你有可能会抽到 就是抄下来吧 有可能会抽到 有可能会抽到 A 有可能会抽到 N 有可能会抽到 A 诶,那个A重复哦 如果重复的话 你就这样子写 这个是AE 这个是A2 OK 就我们分辨清楚咯 一个是叫AE 一个是A2 这样子咯 可以吗 就是你有两张A吗 我如果 照理来讲 以前啊 Set 以前Set的话 同样的话 我们不会重复的吗 可是现在是因为 这边有很多张A 1,2,3,4,5 又5张A 你不能只是写一张 因为你写一张 就是说你减少掉它的可能性了 OK 你这边有16张 就是16张 不能改变 明白了 它跟Set不一样在这边吧 所以A1,M,A2 然后过后你又继续写咯 有M 有U 然后又有M哦 又有下一个M 所以我就写M1,M2啦 比较容易分辨 这是第一张 这是第二张 可以吗 你有两张吗 一张 第二张 然后又有A 等一下我才写那个啦 才写下一个字母 L A 然后 Y 我写这里啊 Y S I A 没有啊 OK 这个我写A3 A4 A5 OK 然后还有什么是一样的 嗯 暂时是没有 OK 所以我们这边有16个卡片的类 4 5 6 7 8 9 4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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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么我们现在进A 啊 要怎么回答 所以你看老师教你怎样回答哈 就是 Bia Bia A 或者是Bia V 也可以啦 Bia V 等于 Per Estiva V 是一个时间 什么时间呢 啊 所以我教你抄 你只需要抄这个 Per Estiva C C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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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一定要为他取名先 到底这件事情是什么V 之后你写完事件 你就准备这个worker里面 会有什么可能性 明白吗 worker里面会有什么可能性 你从你的这个S里面选出来 就是有什么呢 worker有AE还有U 有E 有A 有A 还有U 然后有A 还有这个I 还有这个A OK 所以我们这边写完了 这个1235等的话写啦 因为让人家知道 其实他们是有五张卡片 所以这个V是关于worker的事件 你现在已经列完了 你就写什么呢 NV 清楚没有 NV NV就是他这个V有几个可能性 OK NV等于多少 12345678 有八个 OK 所以一旦你准备NV 你看 你看NX已经准备了吗 这样你要找的是什么 来 我们翻译一下 Gurparang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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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P Gurparang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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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我们所写的 就是V 看到吗 老师就是叫worker 是叫V嘛 所以你整句话翻译是 Gurparangaria 就是PV 清楚吗 PV 所以你要算PV怎样子呢 你就写formular OK PV 等于MV 除 MS 所以MV是多少 MV是8 MS是16 所以就是1.2 可以吗 就是说发生那个worker的几率是1.2 也就是50% 如果你要变%率 你就乘100% 可以吗 这个是partA B 一样的重复 Gurparang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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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是 要consonant的 OK Gurparangaria consonant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给什么字母 consonant 我们就给它叫K 所以Gurparangaria consonant是叫PK 可以吗 所以我们就像 他来这样子写 写出来 OK 我们写出来 B K K 写是让你更加了解自己在做着什么事情 跟自己讲K 就是代表着卡片会show我们consonant 我们就看sato consonant OK 所以当你写了吗 这个你就可以写 你的这个K 这个Z 这个组合里面有什么 这个组合里面有什么字母呢 所以我们来看 有 有K 有R 有N OK 我写到这里 K RN 有K 有R 有N 这个K跟我们的这个K是不同的哈 这个K是那个字母 我们的这个左边的K是在假值那个世界 可以写KRN 然后M M L MML OK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Y S 对吧 YS罢了 YS OK 这个能的话写M1 M2 OK 所以这个K有几个可能性呢 Consonant有几个可能性 N K 等于8 当你拿到8了吗 可以输了是写8 然后你就可以找BK 因为你要找的是 Consonant的几率 Formula是什么 N K 除 N S OK 所以NK是8 N S是16 8 4 16 因为有16张卡片 所以当然也是1 4 2 所以你觉得这个情况正常吗 正常 因为你看你的part A的答案 BV是1 BK是1 这个情况正常吗 正常 原因 因为你的卡片 其实不是Vocal 就是Consonant OK 不是Walker 就是Consonant 就是说 这两个G 例是一番一番的 OK 有Walker有8张 K有8张吗 所以其实就是 这两个已经是完成整下了 V跟K 完成你的整个S 了 一定的 OK 所以你会发现到 这个1分之1 跟这个1分之1 加起来是1 明白吗 总之 不管他们是不一样也好 他们加起来一定是1 因为你的卡片 只有Walker 跟Consonant 罢了 OK 那么接下来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 C 拿到Q之后的会是什么 OK 所以我们来看下 拿到Q之后我们要讲先哦 嗯 或许我们可以叫这个叫Prayce Dwa A 没关系的 你要叫它什么也可以 这个就是你的Prayce OK 然后N不是对不对 然后N不是对不对 N是在Q之前吗 呃 还有什么呢 哪里呢 U一定有了哦 OK 然后 L不是 A不是 Y Y是在Q之后的吗 还有S 所以我们会有4个数字 R UYS 这个是 在讲这件事情 A这件事情 可以吗 所以我们会有4个 我们先写 Kepala Kalian E sorry Peristiwa Kat Menunjukkan Satu Mengasih什么呢 BIA A BIA A Toni Peristiwa Kat Itu Menunjukkan Menunjukkan Satu Huruf Slepas Huruf Q 就可以了 不用写那个Menu Huruf Huruta 不用写了 就是说 拿到一个字母 是在Q之后 所以我们就写下来 你的Set 这个 组合A 会有什么呢 A 事件的可能性 有什么 R UYS OK R UYS 是4个可能性 OK 4个可能性 所以你写完了4个 就要做什么 就要写 它有几个可能性 你就写 N A 等于 4 懂吗 每次准备完 主题 就写它里有什么可能性 然后就写 几个可能性 这样我们 是不是可以算 B A B A 等于 N A 除 N S 所以 N S 4 N S 16 所以我们会拿到 B A 等于 1% OK B A 等于 1% 就是 25%的 起回 可以吗 这个是 ZONTOE 我 放很慢了 我希望 这样子你们可以明白 这个第一题 很简单 这样我们来看第二题 OK B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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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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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先写下你的S OK run sample 你把这些乒乓球放进去盒子 你抽出来有什么可能性 一定会是有11有可能13有可能17有可能19有可能23 29就是把全部写下来就对了 明白吗 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都是S OK 然后当你写完S了 automatic and S 这边有几个 有六个 可以吗 好 这样你现在要说什么 Bola menunjukkan satu number 比较15 所以我们就写 比较 A 我就叫这个世界叫做A Bola itu menunjukkan satu number 不要乱多了 写下来你才知道等下我们的这个A就是在讲这少过15的 OK这样你写完了你就就准备了A有几个 少过15有什么有11还有13对不对11跟13 OK之后我们就写NA NA是多少 NA是2 OK拿到这个是不是可以算BA了 因为 因为我们是叫他叫做那个事情叫做A吗 因为这个 所以我们就叫做A 所以我们就叫BA 所以我们就叫BA 记住吗 所以我们BA等于什么呢 NA NA除 N 所以你会拿到2和6 你会拿到1和3 OK BA1% 可以吗 好 这样我们来看B Nombo不得了 个Balancarian 那个Nombo不得了 这样我们就叫他叫Bla 这个世界叫Bla 所以我们就是要找Bla 可以吗 所以我们就写下来像那样一样 我们写 Bla B B B 这个世界 Bla Bla itu menunjukkan 1 Nombo Bla Bla A 然后你的B 有什么呢 Nombo不得了有什么 11 11 13 17 19 23 29 全部都是吗 全部都是你就写了 11 13 17 19 23 29 对呀 每一个写出来 之后你就写什么呢 M B 6哦 有6个吗 所以 NB有了 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算 BB咧 BB是什么 NB 先写formular 彩天 6 和 6 1 什么意思 这样你就可以看回去这一个 这个我们写这么长 就是 给你明白吗 BB就是说 这一件事情 拿到Nombo不得了 这一件事情的几率是1 什么意思 代表你一定会抽到 你一定会抽到Nombo不得了 为什么 因为 里面每一个都是Nombo不得了 不管你抽了500次1000次以后 你都会一定会抽到Nombo不得了 所以它机会一定是1 清楚我意思吗 OK 看来是三分之一就是33%左右咯 拿到少过15的机会是33%罢了 因为这边只有两个 OK 只有两个是少过15 OK 其他的不是 其他的都是超过15的 可以吗 B讲完 C 给巴兰卡的 Bola menunjukkan 1Nombo不得了 OK 所以这个Nombo不得了 这个Nombo不得了 我们可以叫它叫做 G也可以 也叫C也可以 假设我叫G就是 BG罗 OK 这是拿到 BG罗 Bola原则 Bola itu Bola itu Bola itu Bolaこと 们由其他的 还是 Cентов ok 写了这个 你就写你的g里面有什么可能性呢 ok g有什么可能性 什么是genup 双数 这边有双数吗 11 13 17 19 23 29 没有半个是双数 所以要怎么办 你能写过set吗 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setcosom 因为里面真的没有 你就不要写什么东西在里面 空空就对了 没有半个 ok 所以你可以写g等于这个 或者是你可以写g等于这个setcosom的符号 两个意思是一样 可以吗 这两个是正确的 ok 正确的 那么错的我写这边 这个是错的啊 千万不要写这样 g等于这样子 你这样子写代表着那个g会抽到0的意思 0的可能性 可是里面没有0吗 明白吧 里面啊 你的这边只有什么 11到29 里面是没有0的 你不可能会拿到0的 所以你要表达setcosom是不要写东西在里面 清楚吗 然后也不要写这样子 啊这个是错的 对的是没有set的符号 爱的是写set或是这个其中一个吧 清楚吗 这两个是错的 千万不要犯 ok 或是有些人写什么 这样子也是错啊 这个也是错 明白吗 不可以这样子写 ok 因为g是一个组合 你一定要放set的符号 ok 除了这个罢了 setcosom的符号 ok 当你拿到这样setcosom 你要写什么 ng咯 ng等于什么 0 因为没有半个可能性嘛 这个就要写0 so你要算什么 bg等于ng除ns 所以会拿到0除6啊 因为你的ns是不要忘记你的ns是6 ok 所以0除6你会拿到0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这个事情 拿到nomorgana的这件事情内 是不可能会发生 它的基地是0 清楚吗 好 这个是总统2 ok 那么我们休息一下 等下我们再进下个哈希尔本文化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哈希尔本文化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哈希尔本文化 到底什么是janggaan bilangan kasudahan 我们来看右手边 janggaan bilangan kasudahan bagi prehistiwa a 这整句话是在讲什么呢 就是janggaan就是预测预料 ok 预测或者是预料 事件a就是prehistiwa a的结果数量 bilangan kasudahan就是结果的数量 ok 所以我们是要预测到底事件a会有几个结果 ok 会有几个结果 所以其实这整句话呢就是在讲着n a 你看到讲干bilangan kasudahan就是说在讲着的是n a ok 讲讲理 ok always about pa 等于bilangan kasudahan prehistiwa a 除以bilangan kasudahan 刚才你有学到这个formular对不对 pa 就是a的那个结果的数量除以s的结果的数量对不对 那么其实这个formular我刚才讲过 我们可以变成数学的符号 因为这些马来文句子太长了 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n a 除 ms 所以你们要明白n a 是什么 bilangan kasudahan prehistiwa a 就是事件a的结果数量 事件a的结果数量 然后ns里就是那个整个 整个实验有多少个可能性 ok 就是bilangan kasudahan bagi long sample 所以我们这边 你有看到吗 bilangan kasudahan prehistiwa a 其实是跟这个bilangan kasudahan prehistiwa a 是一样的 只是他多了这个字 他多了这个 呃 讲个案 ok 为什么他讲讲个案 因为这一次是要你找n a 我们要预测到底n a 是多少 ok 怎样讲预测 所以我们看来有讲d a 是等于n a to ns ok d a 是n a to ns 像如果我们是要找n a的话呢 怎么找 我们其实可以做默 可以把 可以把这个ns 移过去那个左边 ok 除 ns 搬过去就是乘ns 所以你会看到n a 你要的是n a 等于b a乘ns 可以吗 那个n a就是这个n a的 你要找n a 就是b a乘ns 就是s 因为除搬过去就是乘ns 可以吗 所以你要明白n a 就是这个 讲个案 bilangan kasudahan graciwa a 就是说 你预测 预测那个 呃 事件a的结果数量 为什么讲预测 因为这一次是给你 这一次是你不懂 一开始你不懂n a 是什么 你想要预测它是多少 所以你要预测你一定要有具备这两个东西 你一定要有b a 就是 呃 事件a的几率 发生事件a的几率 然后ns 你一定要有rong sample的那个全部可能性有多少个 ok 所以总之 有讲个案跟每一讲个案的意思都是在讲着n a 只要你看到这个bilangan kasudahan bilangan kasudahan praciwa a automatic就是n a 明白吗 他加了这个讲答案预测是因为 为什么讲预测是因为 一开始你不懂n a 价值是多少 ok 你要找 你预测是多少 所以你一定要b a 一定要ms 这样有些人就问 那是 这样我需要背起来吗 n a 等于b a 乘ms 需要背吗 其实 不用背 ok 你不用特地去背这个 其实你只要背 你只要背这个formula就可以了 刚才你记起来的这个formula b a 等于n a 乘ms 这个 你记得这个就够了 因为这个formula 怎样讲啊 formula有三个资料 有b a 有n a 有n a 有n s 就是上个它是什么呢 就是题目 给 给n a 给n s 对不对 然后我们是找b a 三个他给你其中两个 你就可以找b a 对不对 给你n a跟n s就可以找b a 那么现在你是要找n a吗 对不对 现在你是要找n a 所以其实你用这个formula就够了 你要找n a 他一定会给你 他一定会给你b a 一定会给你ns 然后你就负责去找n a 明白吗 所以总之这三个东西是左背跟右边吗 其实你可以调整来调整去的 不用特地去背这个 明白没有 所以等下你看我 我只是用这个青色的来做吧 根本就不用去背n a 等于b a 成 n s 这里只是告诉你n a 是什么东西n a 就是 讲个按比达按 个数字 对不对 所以不用背 你背这个青色就可以了 明白吗 所以我目的是要减少你们 背的东西的数量 不用背这样多 ok 那如果这个没有问题 我们来看 中多三 就是一个插头哦 那个 插电桌啊 那个插头啊 ok 如果他想说 坏的几率 坏的几率 那个插头坏的几率是120 ok 那个电插头坏啊 个巴兰高利安 这个插头坏的几率是120 就是工厂生产的那个插头坏的几率是120 ok 然后讲过 zika lima ribu socket di hasika o le kilang itu dalam sotu pekpo de tento 就是说 在一段时间内 那个工厂制造五千个 ok 然后他问你 hitong bilangan socket yang di jakakakang loss up 就是他问你 你预测 会有多少个是坏的 ok 他有五千个生产吗 到底有多少个是坏的 所以我要教你们一招就是 首先 你们要明白 每一次哦 你们看到这个 哥巴兰高利安把阿瓦 后面的计划率 这个就是一个 proestiva 来的 明白吗 proestiva satu sonken di hasika o le kilang adara rosa 这个是一个事件来的 所以其实这一整计划率 我们可以变成一个数学版本的 你翻译成数学版本 ok 怎样翻译呢 首先这件事情 你要叫他叫什么事情 ok 你叫他叫做 可以不可以 为什么我用R 因为我看了losa losa losa 是r 所以整句话 整句话翻译是什么 整句话翻译就是 p 过虎 r 等于 120 为什么是等于 亚拉 亚拉就是等于 所以整句话就是在给你这个资料 p过虎 r 这个p 我写在这个啦 写在一起 p过虎 r 等于120 p就是 r 就是这个事件 等下我们要p 然后亚拉120 你就是等于120 所以你们要知道 你要相信这个东西的力量 左边 右边 带下去 就能够帮你找你要找的路径 可以相信我 你用这个左右 为什么我讲这个是左右 因为p r等于120 这个右边你看到吗 120 答案已经给你了 120 已经给你了 平常是什么 之前中多1 中多2 我们是什么 之前中多1是找 pr等于什么 对不对 以前我们是找pr 现在不是 现在我们是 题目自动给你pr是多少 然后要你去找别的资料 可以吗 然后我们翻译一下好吗 五千个socket你还先干净啦 那个工厂制造五千个 在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五千个到底要翻译什么 其实这个五千个就是你的ns 明白了 工厂制造五千个全部是多个 全部有五千个 明白了 你有很多个socket S1 S2 S3 S5000 这边有五千个 直接有ns了 然后 然后 就是说 问你预测 有几个是坏的 诶 看到LOSA这个字吗 LOSA是关于 那个 PERSTIVAR的字 所以 BELANGAN SOCKET LOSA BELANGAN SOCKET LOSA 就是说 有几个坏的 几个坏就是叫 NR 对不对 N就是BELANGAN BELANGAN SOCKET LOSA R 清楚我也是没有 所以简单来讲 我们这些句子已经成功翻译成三个东西 PR 120 MS 5000 你要的是NR 明白了 这一句话就是在讲NR 为什么你这是NR 因为 LOSA 刚才一开始你有讲清楚 它是关于 那个 PERSTIVAR R的 OK 所以现在我们写什么呢 BIAR BIAR R 等于什么呢 学写 PERSTI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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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U SOCKET 不要直接写PERSTIVARLOSA 不要懒头写 照抄先 照抄罢了 PERSTIVAR SATU SOCKET 然后你哈谢干 你懒头写OLES PERSTIVAR 没关系 重点是 你把他的重点写下来咯 OK R是关于一个SOCKET 是坏的 清楚吗 之后 我们要用什么开头 我们把这些MS抄下来 MS 是5000 OK 然后我们要开头 就要用什么开头 当然是用PR等于120 PR等于120 这是一个关键的东西 OK 这个是一个关键的 这个是左 这是右 现在左右你带下来 所以左右的情况 你都会注意到老师的 FORMULA会写在第几排 第二排 你问你自己 PR FORMULA是什么 PR FORMULA是 NR除NS 对不对 NR除NS 然后120 右边你就再 照样带下去 清楚吗 所以 现在你有MS 你会问自己 有MS 有5000 一般你的5000 放进来 就是NR除5000 等于120 OK 然后你要找NR可以吗 可以 可以 NR等于 120 乘5000 所以NR是多少 来 按计算机 5000 乘120 250 所以 所以 你拿到NR 就可以了 不用特地去写 那个 VILANGAN SOCKET ROSA 为什么 你不用写的 因为一开始 你就已经有解释清楚 它是关于 SOCKET ROSA 清楚吗 然后你们看到没有 PR等于120 这个非常非常关键 你就是用这个左右 带下来 才会帮你拿到这个 NR是左边 250是右边 看到吗 你的第一排是左右 最后才能拿到这个左右的东西 明白了 所以我要表达这个方法 比较好 你不用特地去什么呢 不用特地去背NR OK 我可以讲吗 你不用背 你不用背 NR等于 等于什么 BR 乘NS 这个你不用背 清楚啊 不用背这个东西 因为其实如果你懂 BR是NR除了NS 你填了NS 之后 你要找NR不难了吗 移过去就好了吗 这个时候才移嘛 对不对 所以你不用特地去背这个 你背一个就好了 BRNRNS OK 所以你找到答案250 他会这样知道对不对 很简单 你填在这个 NR是250 所以250除5000 你看是不是跟120一样 如果是250除5000 你按计算机的确是拿到120的 左边是120 右边也是120 代表你的250是正确的 所以NR是什么 NR是说有几个坏 有250个坏 他制造5000个东西 当中有250个是坏的 OK 所以你倒霉的话 可能会买到坏的咯 明白是吗 5000个有250个坏 所以看到没有整体老师讲什么 重点是你会翻译 你看到这种BR等于120 这种左右是好事来的 刚才之前我们做的东西 都不是左右 为什么我讲不是左右 你还记得吗 如果是之前我们是做什么 我们比如说要找BR 我们要找BR 你看啊 我是写什么 BR等于NR throughNS 你会发现到什么 你会发现到 Formular老师写在 第一排 Formular在第一排 这种情况内 我们如果一直带下去啊 我们一直带下去啦 拿到答案啊 是不是 你会发现到哦 左边一直都是 左边一直都是BR 一直都是保持不变 这种情况内 其实我就是当着它是一边罢了 我当着是一边 就是右边 这个右边 右边在做事情 清楚吗 我现在在讲的这东西 其实什么课都可以用 什么课都可以这样子想的 如果你看到左边一直保持不变 右边在 右边在做罢了 OK 右边在做罢了 这种其实是叫一边 一边吧 清楚吗 没有左右 虽然你讲老师这个BR看起来是左 这个是右 对看起来是 可是我所谓的左右 是说两边有在做事情 所以看起来我们写BR等于120哦 这种左右的啊 你会发现到 你会发现到 Formular 在哪里 Formular在 第二排 看到吗 两边的就是 Formular在第二排 明白吗 这个是两边的情况 OK 看那种是一边而已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到哦 Formular是在第一排的 一边就在第一排的 看到吗 这个是老师的写法 为了方便 让你们记得有这个technic OK 你带下去 就能找到你的东西 看到吗 Enter 250 这个是第三题 这样我们来看第四题 这种辜费 各种辜费 影响到 叶子 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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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如果 这种辜费 如果 这种辜费 从 这种辜费 里面 选出来的话 你会发现 它是 叶子 它是 四皮 就是 拿到 红苹果的几率率是否这一句话很重要 Gobalangalian Apple Merah是否这个 清楚吗 OK所以要讲的话 如果有76粒红苹果 他问你到底 Zoomla,Bilanga,Apple,Dalan,Bakon 是总共 不管是红还是青 全部有多少粒 OK有多少粒苹果 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 OK你就看一下 他给你的资料比较注重于红还是青 他比较注重于红 你看他讲红色几率是4.5 所以其实你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要开始做一些东西 翻译 Gobalangalian B 这个事情 Yala,Apple,Mera 这件事情是M 关于Mera的 Yala就是等于4.5 P,M4.5 然后下一句 有76粒红苹果 这个是什么 N M76 红苹果有76粒 Yala,Zoomla,Bilanga,Apple Zoomla,Bilanga,Apple 是什么 总共吗 总共就是MS 明白吗 全部可能性就是MS 所以你觉得等一下用什么开头 当然是BM4.5开头 明白吗 一定了的 因为它是左边右边了嘛 所以第1句话 你先 Longest 想清楚你的M是什么东西 BRM Poleste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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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好是写 Polestewa Cervici Cervici Apple Mera Vile 就是说选到一粒红苹果的那个 奇力 你要会写这样的句子啦可以自己搞清楚 你看到这个M 就是在讲着Apple 当你写完了这个 我们就可以把你的那个 BM BM BM等于 45 看啦左右这样带上去不了 所以BM是什么 NM 除 NS 然后你就把你有的资料写下来 NM是什么 NM是76嘛 你把你的76放进去 除NS 等于 45 请请啊 放进去了之后你要找NS可以吗 可以啦你用交叉层对不对 交叉层这个乘过去 乘过来 多少 380 对不对 380等于4NS 所以你要NS可以吗 可以380除4 所以NS多少 95 总共有95 红跟青 所以你要找这个答 你要确定这个答对不对 很简单 这个NS 你把你的95放进去NS 你就检查 76除95 多少 你会看到是45 左边是45 右边是45 代表95 是正确 进入吗 NS代表着 中大比较难 可以不 这个是 第四题 可以吗 那么我们来看第五题 OK 第五题是什么呢 十多个答案 mengandungi 7BG Mentor Mera 5BG Mentor Kiciao XBG Mentor Biro 就是电灯泡 7例红色灯泡 5例青色灯泡 还有X例蓝色灯泡 所以 你读了这样子哦 如果你有经验啦 其实你可以在上面已经开始准备这样的东西了 OK 等下我们要BR再BR 我们先大概这样子写先 所以 其实 7例红色啦 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 M 过后 M 等于7 对不对 红色的数量有7例 青色的数量有5例 蓝色的数量有X例 明白吗 所以整句话 我们已经翻译成这个了 看到吗 数学的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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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PROESTIVA MUNDAPAD MENTO HIGIJAL 拿到青色电灯泡 所以你加了这个 然后我们就可以呃 带下来 所以你问你自己NH NH是什么 5 NS是什么 NS是总共 总共吗 红 青 蓝 看到吗 所以你有青色是5个 然后总共是12加X 你准备好这两个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PH1%来为你开头 PH1%你这样带下去 所以你就问你自己这个是左右吗 FORMULA出现在第二排 就是NH除以NS 1个3 所以NH是5 NS是12加X 等于1个3 之后我们就交叉乘 乘上去 乘上去 OK 拿到X是3 所以你拿到3 你要检查可以吗 可以 你把你的3填进去这个X的位置 所以我们是5除12加3 5除15 1% 左边1% 右边1% 代表你的X等于3 是正确的 听说吗 也就是讲蓝色有3D啦 他问你X罢了 你就交X等于3D 各位 这个是第5题 OK 那么 在我们第6题之前 老师在这边 要谈一首歌给你们 OK 就轻松一下嘛 不用这样压力了 所以我谈这首歌给你们听 你们猜猜看这首歌 可以吗 OK 就是这样子 谈完了这首歌 所以如果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歌 你们可以在那个微信那边留言 OK 好 这个是转动5 这样我们来看下一题 转动6 转动6是什么呢 10个品卡 今天用转动5 完全送到哩 кому 3 转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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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动7 转动8 转动4 转动6 然后会有 beberapa个ping card e behoof e 加进去 明白吗 放了十张之后 月份有十张吗 过后再加了几张 e 可是你不懂几张 当你加了几张 e 过后 10个ping card e 比例 就是说随便选一张卡片 Hitong bilang a card behoof e Yang perlu di tamba 什么意思 到底 需要加多少张 e 进去里面 才会让那个 什么意思 到底要加几张 e 才会让他的几率 变成三个期 OK 变成三个期 为什么这样讲 e 因为原本 可能他的几率是很低的 你看只有两张 只有两张 e 10张里面只有两张 e 发生那个 e的几率会很低 所以他是问你 到底你要加多少张 e 进去 才会让他的那个 呃 几率哦 增加到三个期 明白吗 B1 E等于三个期 怎么样才会拿到三个期 所以要怎样子做 OK 首先我们就要只想 呃 先计划先 我们 一定会写什么 我们一定会写 n e 除 ns 等于三个期 然后一直带下去 才去知道 到底有加多少张 对 所以在这边我们要想一下 OK n e n e是什么 ns 是什么 我们重点是 n e是什么 ns是什么 只要有这两个 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现在我们先 B1 B1 1 等于 B1 B1 Memile Circleping Gard 1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写完了这个你就问自己 n e 有多少张 n e就是说 1有多少 一开始你判自己 一开始有几张 一开始只有两张 OK 一开始有两张 所以这个是一开始 n e 然后我写 n e asa n e asa是一开始有两张 可是你不要忘记他讲几张一加进去是不是 几张一加进去我们不知道有几张 所以我写 B1 B1 Cat y Yangperlu di tamba 我就当着哦 我们要 加 加那个 e的卡片的数量是叫做x 可以吗 一开始是两张 然后 这个是不知道有几张你就当着他是x张 x张加进去 OK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真正的ne是多少 我们真正的ne是多少ne把它入是2加x ns也是要加x的 清楚吗 很多人他这个 他这个ne哦他有加x 可是ns他忘记加x 你们要记得ns是全部的意思 OK 所以现在你有ne了 所以你有ne的那个ne baharu 你有ns了其实你要用的是这两个 我写asa我写baharu主要是让你们分辨到一开始跟过后 OK 所以你要用什么开头 你要用pe be等于sumper7 来为你开头 be等于sumper7 所以是ne除ms 所以你就把这个两个星星的东西填去 你这里的ne是在讲着sync的ne 清楚我意思吗 2加x ns是 10加x sumper7 OK 之后 可以这么 交叉乘 可以交叉乘 所以就是7过虎2加x 3过虎 10加x 所以会拿到14加7x 30加3x 所以我把3x翻过来左边14翻过去右边 7x减3x 30 减14 所以会拿到什么呢 会拿到 4x等于16 x等于16 16除4 x等于 4 可以吗 所以 x4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religant card 1 yamperlu 等于 4 记住吗 我们要写总结就看回去这个 OK你讲他是x吗 这样你找到x你就把你的这个4填在那边 可以吗 他就问你到底要加多少张 其实就是问你x 这一句话就是叫你找x 一通x 记住没有 所以 最好是写总结了啊 最好是写总结了啊 他问你几张留下4张 OK这个4可以检查啊 其实你要检查可以的 你放在那里就可以检查 放在这一排 把你的4放进来x 放进来x OK也就是 我们会有什么呢 2加4 OK 2加4 6 10加4 14 6跟14越减你会拿到三分 所以左边你拿到三分 右边也三分 代表着你的4 是正确的 这个4是正确的 可以吗 对啊 这个是中多 中多6 OK中多6 那么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进中多7 接下来我们来看中多7 比较 什么国家 得到36 比级 bola 有30 36 球 在一个 核子里面 15比级 要来 Bola Squassi Squassi就是那个 B球 OK DAN YANG SELEBEÑA YALA BOLA GOLF 就是 圣语的 都是那个 GOLF球 X比级 BOLA TENIS KEMUDIAN DITAMPAK KEDALAN KOTA YITU 接下来 有X LY 那个 WALK KOU 被加进去 那个核子 GOLF JIGA SELEBEÑA BOLA DIBILLE DARRIBATA KOTA KOUBA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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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DAPAT BOLAN KOUBALAN KOUBALAN YALA 1.2 X YALA X OK 就是如果有一例 准备选的话 请问 就是他可以 机率 机率 拿到 KOUBA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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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到 KOUBALAN 我们可以 当着它是什么 PRISTIWA 关于G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讲 BG 等于1.2 OK 所以我们这个 这边重点的 球类 重点是放在那边 GOLF 我们这里有三种球 有SQUADC 有GOLF 还有那个 DENIS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 重点是GOLF 所以等下你BR的时候 你就是在讲GOLF就好了 可以不可以 所以BG等于1.2 这个类 很好用 左边右边 这样子带下去 听听我意思吗 所以我们 要问自己 我们需要准备什么 我们需要有NG 我们需要有NG 我们需要有MS 所以先BR先好吗 BR G 等于 PRISTIWA MENTABAT POLAKOV OK 然后刚刚一开始解释 这些36例啊 这些你可以翻译啦 再加上去翻译 N什么 什么N什么 这些36 NS 总共有36例 然后有15例是SQUADC 15例就是N SQUADC我可不可以给他另外一个名字 我叫他叫做K啦 我用他的第二个字母啦 你们自己记得它是15例 然后这个是NG NG是什么能知道吗 SLEADING就是剩余的 所以我们要找NG可以36-15 对不对 可以找的 然后Tennis例 Tennis是NT 有XWING OK 所以我们现在 想回去下单题我们做梦 我们准备NG NG是多少 NG是36-15 有21例 OK 21例是GOLF球 然后 NG好了 NS 我们准备NS NS等于什么 NS就是36 是36吗 其实这个是 阿萨的 NS阿萨一开始有36例 你不要忘记你加了X例那个Tennis进去 所以你的NS是36加X才对 很多人会误会这边是36 然后他也不知道了X应该要写哪里 OK 我们要找X吗 不可能你这边是36的 不可能 OK 这样你 下两个准备了吗 你看你看这个Planning是很好 NG准备NS准备 准备了你才用什么开头 用BG等于2分之一 BG等于1分2 NG除NS等于1分2 然后代替进去吧 你的NG是21 NS是36加X 等于1分2 OK 然后我们交叉成 所以21乘2 42 36加X 所以你把这个36移过去左边 42减36你就会拿到6 所以X等于6 所以你拿到这个答案是6 你要检查对不对 很简单 你把你的6填进去这个X里面 OK 所以我们填呢会拿到什么呢 21分36加6 21分42 1分2 就是说左边是1分2 右边是1分2 也就是加X等于6是对的 清楚我意思吗 6是在讲着那个Tennis 有6例加进去 可以吧 这个是中多7 中多7讲完了 我们进去中多8 1 Ana Bana Di lontā Seljara Rawad Gepapan Gepapan Sepeti Titunshukkan Narulajjah 一个那个 箭头哦 射像 那个 板 那片板 OK Hitong Gepalan Kalian Bahawa Ana Bana Aka Mengenai Rantau Belorek 就是说 那个箭头 射中 那个 Turi 地区 的 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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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 Bana Rantau Belorek OK 所以这个你们拿到纸扣你们涂黑了 因为这个看不清楚 你们自己涂这个外面这一层了 OK 现在你们要明白 这个题目到底要怎样找几率 中到这些 中到这些哦 这些地方啊 中到这些涂黑的地区的那个几率啊 是多少 怎么找到底 OK 到底是怎么找 所以你们要明白 其实这边没有数量 它不像刚才哦 它不像刚才这些 什么 NS36 NT4X NK15 那个碧球有15例 这样子 它不是这种可以算的东西 它不是那种一样一样来算的 不是一粒一粒来算的 不是一个一个来算的 所以这种情况怎么办 你要算几率怎么办 OK 所以怎么样的好 你们试试看 你给它一个名字 哥巴南哥是B吗 箭头中的土黑地区 你给它一个名字 给它一个名字 比如说叫做 L啦 L就是Lorex啦 不Lorex 就是涉中那个土黑地区的地方 我叫做BL 这个BL的几率 OK 所以你一想到BL 你就问自己 等于什么 等于什么 BL等于 NL除了NS 所以它formular还是不一边的 意思是说 只要你有NL 只有NS就可以了 可是在这里 你的NL是什么 你的NS就是在讲什么 所以这个情况你要明白 其实因为你的箭头就是动到那些范围嘛 你的箭头可能是动到这个黑的 有可能是动到这个白的地区嘛 其实这些都是在讲面积 明白吗 不是周长 它是面积 我们这里的NL就是说 run到BLorex的面积 NS就是说整粒圆圈的面积 因为你的那个箭头 有可能会射中圆圈的 哪个部分都有可能吧 所以 现在是我们这个整个 大大粒圆圈就是我们的NS 它的面积 明白吗 不是属它的圆圈数量 而是属它的面积 算它的面积 OK 所以我们先写好来先 L是什么 比较L等于 Proestiva Panapana Panapana itu Akan Mengendai Rantau Belorex OK 看到L就是关于RantauBelorex 所以NL怎样算 NL其实在这边就是算它的面积 面积 OK 那个土黑的面积 所以土黑面积是讲找 大粒圆圈的面积 减调小粒圆圈的面积对不对 整粒减调是百的嘛 所以圆圈的面积要记得讲讲吗 百阶24 所以这里我会写 百阶2 减调百阶2 这个大阶就是讲长的整交率 小阶是讲短的那个 这样比较可以分辨 OK 还有讲 Pi是22.7 你就用了 22.7 乘 14.1 减调22.7 乘 7.1 所以我们各自各自去按计算机 22.7 乘 14.1 你会拿到616 整粒是616 这个是154 OK 所以616-154 462 你们放心 他的那个Cm2 等下会不见 为什么 因为 你的NS 也是关于面积的 Cm2 Cm2 都会不见 所以喜欢的这个 NS是什么 NS 直接写下来616 知道为什么吗 总共吗 这个616就是这个616的 616 这个616跟这个616是一样的 OK 这样 NL NS准备好可以找BL吗 可以啦 BL 等于 BL等于 NL除 NS 那这种是这样一边的 右边一边做罢了 462 除616 所以你越减 是什么 462除616 3% 哦 就是说有 3%就是75%的意思 有 3%的几率 会中到这个土黑 你觉得Logic吗 Logic 因为这个土黑地区 范围很大 圆圈只是一小部分不了 这个小小圆圈 中间的小小不了 听错吗 所以 是蛮Logic的 3% 4 所以你们不要担心那个CM2跟CM2 因为上面CM2下面CM2越减加就不简了 清楚吗 这个是TontoPub 那么今天我们学到TontoPub了 下个video我们才进下个哈欠普门家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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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